大家好,我是櫻婷 很多人都說要換車 那車這個東西就是 用了之後你才知道這車跟你合不合拍 就像今天我們的受訪者他說想換車 但他家裡頭就兩台車了 一個是Toyota的Otis 另外一台你看到的Ruffle也在這 為什麼還要換車呢 讓我們歡迎我們的攝影師好朋友阿志 阿呦喂啊 這就是我換車的原因 這子孫滿腸是不是 對啊,你看這個大的大小的小 我還要工作還要家庭 所以說換車的需求是存在的 對,歡迎我們有氣質的嫂子 哈囉,你好你好 我們有唱歌凱蒂還有Ruby姐姐 對 今天都沒帶東西嗎 我們平常出門都會帶很多玩具 還有小孩的衣服 然後爸爸還要帶攝影機什麼的 對,車子總是塞得滿滿滿 不過今天剛好 因為你們家裡的人口數五個起跳 那加上阿公阿嬤外公外婆 我看真的是要叫巴士才能出門 所以今天我們針對你們家裡的需求 我們來看看,這是全新的Toyota的Sienta 一人座在現場 這是1.8升的尊爵板 這真的是七人座的嗎 我怎麼記得它應該是五人座的 沒有,我跟你講 後面兩個衛珠把它藏在深處 帶你來看看好不好 側面是4260mm 雖然是這樣的空間 女生開不會很有壓力 然後男生開其實也覺得很夠 重點是空間撐出來 後面很方正喔 有沒有,很可愛 那我現在打開讓大家看一下 哇,有沒有很大 很大喔,可以放很多東西 你們可以坐上去 真的,因為它的離地高大概是505mm 小孩坐到要好坐 如果像阿滋你不是很多攝影器材啊 行李啊,這樣丟上去就好了 對啊,有時候最怕搬東西上下車 因為其實那種車高的話有沒有 你在搬的時候 重的東西你要很小心你的腰 注意你的腰對不對 好,小朋友你看 我們現在一共12345個座位對不對 接下來我們要變魔術變出七個位置喔 你知道椅子在哪裡嗎 不知道 不知道?好,你下來姐姐變給你看 因為是電動滑門 非常的方便 像變魔術一樣 連我這種力氣很小的女生 往前就好了 哇,這也太方便了吧 直接往前摺 直接往前摺 出來了 我們變魔術 沒想成不到的地方 直接把椅子往上 連我這個女生啊 都很輕鬆喔 上一拉就好了 上來 等一下就可以請坐了 對 啊這個拉一下 然後 然後後面 是不是超方便的 打開來 可以坐到七個人喔 所以有沒有發現他很聰明耶 有時候如果家裡五個人出去 有一隻可以坐在最後面 然後這個不要拿起來 這裡就可以放東西 又或者是五個人都坐在這裡 然後單排把它壓倒 這裡可以放滿滿的東西 很方便 他可以調整說我第三排要坐人 還是要放東西這個事情 而且他深度很神夠 所以說他就算把椅子立起來之後 他後面還有這麼一大塊空間 小孩可以坐 還可以讓我放很多他們的一些玩具什麼的 如果有小的登機箱 就算第三排坐起來 小的登機箱放著也還OK 好小朋友 那我們要出去玩喔 你有沒有準備你們的東西 我把東西都拿上來吧 好我們趕快去拿我們的玩具 快點 好那我們就出發出去玩囉 耶 大嫂你剛上來有覺得什麼不一樣嗎 跟你的Rub4很不同嗎 對啊 我就覺得 這個電動滑門真的是太方便了 是不是 因為每次我都超擔心小孩開門的時候 很危險 因為他上車還有扶手可以 幫小孩很輕鬆的上車 不只小朋友啊 老人家有時候不好上下車 他剛好又還滿低的 所以一上來又三個地方 都有輔助的扶手可以上來 就會比較減輕負擔 對 真的很貼心的設計 而且你第二排有沒有感覺到涼涼涼 對啊 後面有什麼小孩 很輕 有沒有很舒服 有 有時候後面稍微熱一點 小孩就會浮躁 浮躁 媽媽就會非常V的很痛苦 對 我們利用這一個短暫的時間 讓爸爸熟悉一下 前面在給出力的時候還滿有力的 1.8升的啊 他轉的那個角度 我覺得不會比一般的房車來的大到哪裡去 但是又不會像那種休旅車 他的角度很小 你知道 就是他有時候會變得很急轉的感覺 所以後面會很晃 但我覺得目前坐起來的感覺 是不會有這種 就是有急轉的感受 你的正常坐姿嘛 大家覺得空間怎麼樣 還不錯啊 空間還滿舒服的 腳都很夠放 對啊 因為畢竟我168 但女生來說算滿高的 算高哦 對 然後就前面還有空間這樣 183這個身高 前面膝蓋不會頂到儀表板那邊 我就覺得這個超開心的 真的 帶小孩出去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你看 準備了飲料對不對 最怕小孩打翻了 小朋友 我們大家來找一找 好多地方可以放飲料 這有自備架 爸爸這裡左邊也有 你們那裡有嗎 有 有找到嗎 在哪裡 腳邊那邊 門板對不對 有 第二排有 第三排也有嗎 有 有真的假的 厲害耶 因為我們這台車裡面 有15個小小吃的收納空間 我覺得有這麼多收納的地方很開心 因為我像我常常在拍攝 然後南奔北跑的 有時候車上是要兩罐紅牛 加一杯咖啡的 有這麼多的杯架在那邊 我覺得說一顆一杯接一杯 然後大家坐椅子舒適之外呢 其實你們椅背也可以向後 可以傾倒大概36度 所以你做你覺得怎麼樣 因為我習慣開比較挺一點點 但是它這樣可以傾倒的 讓我覺得說我開車的時候會比較 能夠輕鬆的開 就是手不用離方向盤這麼來的壓迫 這點讓我覺得說 是可以的 是很開心的 降低疲勞感 而且這一部Sienta它其實有一個水平式的儀錶台 在這個地方 就是把儀錶板移到了你的視線 駕駛的視線成一個水平的直線 所以你要看行車資訊 或者是上面油耗啊 停車輔助全部都可以在上面看 不用移動你的視線 水平這個位置之後 發現說真的 我的視線就是不用從很遠的地方移到很下來 就直接眼睛一下 就看得到那個速度還有它的資訊 這我覺得是很貼心的一個設計 因為以前的車 早期的車可能方向盤還會擋到一點 現在是完全讓你視線是清除一目瞭然的 都在眼前 方向盤幅也比較不會擋到它 然後另外這個地方還有配12V 12V的這個USB的插孔 這個很方便 因為我們常常出差 這個東西超需要 因為我家小孩有三個你知道 沒有辦法用一台平板打發三個小孩 所以我現在有三台平板 你知道三台平板在充電的時候 你整個大家輪流充 每一日充五隻都沒問題 而且這台車有一個很重要的是 Drive Plus Connect 尤其是中控台這個地方 就是如果你開車的時候 發生了什麼事情 需要人家即刻救援的時候 我跟你講不用緊張 你在中控螢幕上面按一下 這個一鍵救援的功能 系統就會把車輛的鎖在位置 胎壓狀況 剩餘的里程 電瓶電壓這些狀況 就回傳到客服中心 那客服中心它馬上透過這些相關的數據 判斷出你可能是因為哪些原因故障 在短時間內就會回撥電話 告訴你比較精準的協助 而且你可以透過聲控的功能來操作 不用像以前還要找手機搞的手忙腳亂 那很危險啊 很重要的是 360度環境 哇 哇 我已經很久沒有看到車的雷達了 你知道嗎 可以看到前後左右所有的狀況 有沒有很感動 這360度真的是一整個 我真的覺得說我們家助理每個都要配一台這種車 我跟你講你不要賴了 我剛剛看你的Rubble 這個感覺就是停車技術沒有很好 這裡一到那裡一到到處都刮傷 沒有沒有在我的經驗裡面那不叫刮傷 那個叫人工烤漆 因為車子太過於低調 所以要有一些彩繪 純粹就是意外的那種彩繪 歪理歪理 增加它的一些風采 還有它的業力鏈 但是我跟你講如果你換Cienta的話 這個狀況幾乎不會發生了 它裡面有一個很強大的功能 叫PKSB 然後這一次Toyota是首次導入PKSB的系統 這個系統在日本叫ICS 然後第二個也是首次導入就是PVM環景影像輔助系統 這是兩個法寶 你停車絕對不會那麼慘 以後教訓班就把倒車停車入庫 然後這項目直接移除掉就好 對 我們現在就來感受一下倒車囉 你幾乎可以說沒有盲區 因為透過你的PVM你可以看到你車子 360度前後左右所有的狀況 我現在就是很簡單 我透過這裡來幫你設定 然後直接進去 它有跟你講 要不要關閉駐車輔助煞車 當然不要 我們開啟駐車輔助煞車開了 然後下面有個停車輔助 我沒把它打開 全部都開啟了 然後當你在時速大概15公里左右的時候 車上如果偵測到車子的前面或後面 有障礙物 而你還一心想往前開 出現警示音 我已經幫你把警示音開到最大聲了 我們先來試試看 停停停 它煞住了 它自己煞 上面出現自動 對對它知道了 哇塞 真的可以耶 真的可以 但是相對而言這個應該就是很 你膽子也太大了吧 保險保險之下一個做法 你膽子也太大 我剛剛想說我只是要試試 就沒想到就直接這樣子上去 它真的就停了耶 我剛剛想說你都不踩煞車 你這膽子是肥到哪裡去了 它的煞車聲音真的是一整個很大聲 沒有沒有 它其實可以調小聲 我把它調到最大聲 我把它調到Level 3 就是故意讓它大聲可以警示到 對對對 先警示音然後再介入煞車 就讓它直接停了 讓這個悲劇不要發聲啦 那因為主要它會Sensor這麼靈敏 前面有4顆雷達 後面有4顆 一共8顆雷達 前雷達偵測範圍是1公尺 後雷達偵測範圍是1.5公尺 側面的側雷達偵測範圍是0.6公尺 相當的安全 我們也快要到目的地了 YA 小朋友坐得舒服嗎 是真的嗎 是因為趕快想下車去滑了吧 其實它的這個皮椅是舒適皮椅喔 是不錯的喔 而且如果仔細看的話 上面有打孔 所以如果有打孔的話 你有時候流汗啊什麼的 它會比較透氣比較舒適一點 我剛剛一坐扇就發現它的包覆度 還有它的透氣度真的很好 我覺得這一路上來都不會讓我覺得說 好像有悶悶的感覺 它是有透氣出去的感覺 差不多囉 準備下去玩囉 富人來認識一下全新的Toyota Dienta 我們今天試的是7人座尊絕版 1.8升自然進氣的動力 這是專屬動力 你今天開起來感覺怎麼樣 我今天開起來覺得就是 它很屬於四驅車的感覺 因為在四十六十中間的時候 它油門是很輕鬆的 它就很順很順的 讓你很像流水般的出去 但是一旦到了八十六十到八十的時候 變成說你要稍微有點重腳的下去 然後它才會有點像拖上去的感覺 以1.8來講的話 我覺得說它的車應該是不會到那麼重 可能我們今天載的東西跟人比較多啦 所以說有一點點過賀你知道嗎 變成說它在到八十的時候 你踩油門的感覺是有的 那相對於跟我的2.4比起來的時候 其實是差不多差不多的 它這是1.8 那你的Ruffle是2.4 2.4 我覺得動力感覺是差不多 其實它開起來輕快 可是馬力又能夠很大 尤其是你一坐上側 光看方向盤 排檔座 還有前門兩個飾板側邊 它都是皮質的包覆 然後再加上你看椅子上面 都有一些橘色的飾條 這樣的點綴會更活潑 年輕有活力 那我們趕快來看看它的外觀囉 光是這次的進氣板 你會覺得它比以前更寬大了 再加上頭燈是LED的擺冰頭燈 所以眼神也會出來 而且仔細看它獨立設計的 日行燈的這個飾條 整個搭配起來會發現 這樣的設計 會讓車身的線條很流暢 有一點點前衛時尚的感覺 然後再來看到車尾的部分囉 這次的小改款 在LED光調的尾燈上面 多了飾條的點綴 所以會在視覺上 比較有層次一些 然後尾燈有點像C字型的 往裡面收 再加上車側這樣拉過來 其實它在4260mm的這個車身的寬度下面 其實還可以讓你做得還滿有餘運 在設計上好多的小巧思喔 那真正以家庭需求來講 你們應該是最care安全吧 其實我自己多年的駕車經驗來講的話 其實這安全的部分真的提升了很多 包含主動是剎車介入部分 那360環景的部分 提升了我們在用車上面的一個 很好的一個使用的一個安全的程度 對尤其是他們家舊款Raffle 什麼都沒有 現在什麼都有 對 雖然期待還可以更多 但是光是現在這樣 就已經在安全上大躍進了 雖然是在工作上 或者是在通勤代步 或者是有時候老婆要開車上面 好像也會讓你放心許多 所以我們今天試車算是大成功了 喜歡我的影片呢 趕快來跟我們一起按讚訂閱加分享 然後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 掰掰